这样,神操作,委内瑞拉这一招,轻松搞定100%万恶性通胀,请货币抹去5个0,以牛才精绪,为了应对严重的货币通胀,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近日宣布,将委内瑞拉货币减5个0,而原本计划是3个0,同时发行时间有原计划的8月4日,推迟到8月20日,马杜罗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, 一主权玻璃娃尔,将成原先计划的,等于1000件新货币强势玻璃娃尔,改为等于10万强势玻璃娃尔,他表示,此次货币改革,将有助于稳定委内瑞拉的金融市场和财政状况,马杜罗在3月22日宣布进行货币改革,自6月4日起,8型新货币主权玻璃娃尔,新货币包括最低面值为2主权玻璃娃尔, 最高面值为500主权玻璃娃尔的纸币,以及两主面值的硬币,为内瑞拉6月2日宣布,将发行新货币的时间推迟至8月4日, 以便给银行系统足够时间,进行必要的技术调整。 马杜罗同时表示,新的货币将与该国创造的虚拟货币石油币EAIR,PETRO挂钩,但他未公布具体细节, 马杜罗在去年12月3日,宣布创造石油币,目的是在金融主权问题上进行交易, 可服金融封锁。 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3月时,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,要求美国公民不得购买,交易或经营委内瑞拉发行的石油币。 这也是美国总统签署的首个与加密货币有关的行政令, 其直接结果是美国境内所有与委内瑞拉发行,或有关的加密货币活动,都将被无条件禁止。 百分之一百万的恶性通胀,国际货币基金组织, IMF西班球事务负责人阿里亚格尔·瓦娜在周一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写道, 随着委内瑞拉继续印钞以迷雾不断扩大的预算缺口, 该国的通货膨胀率可能在今年达到百分之一百万, 将成为现代历史最严重的恶性通胀危机之一。 阿里亚格尔·瓦娜表示,如果预测成立, 那么委内瑞拉的经济将在未来五年内萎缩百分之五十, 成为近六十年以来世界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一。 IMF估计, 委内瑞拉的经济今年可能收缩百分之十八, 高于四月预测的收缩百分之十五。 IMF表示, 这是委内瑞拉经济连续第三年跌幅达到两位数, 货币革命能否奏效? IMF表示, 委内瑞拉的经济动荡与世界大, 战后的德国和2000年的金巴布韦是类似的。 在第一次世界大, 战后, 德国经济遭到重创, 战前, 一美元能对4.2德国马克, 但到1923年战后五年, 一美元要对4.2万亿马克。 尽管德国后来发行了新的货币并稳定了货币, 但还是有数百万德国人因此而倾家荡产。 金巴布韦在穆加倍的统灵制下, 也面临着类似的命运, 因为经济崩溃和恶性通胀, 金巴布韦一度印出了面值为100万亿金巴布韦元, 1980年至2009年间金巴布韦的法定货币的钞票, 最终该国也被除了金巴布韦元, 为何委内瑞拉会深陷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, 包括国内经济危机和债务问题, 国外特朗普制, 才等等一系列因素在内的内忧外患, 并存在巨外该国的经济崩溃, 倘若上述问题无法得到改善, 当靠人为引刷货币, 很难解决问题, 正如经济学家路易斯·奥利弗罗斯所说, 马杜罗宣布货币革命, 已试图解决委内瑞拉的恶性通货膨胀, 但真实情况是, 似乎要延长委内瑞拉人的痛苦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